谁能将二十大为国家统一战斗争进行到底 中美最重要的政治分歧 就是关于台海两岸关系 第判断和相关政策 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 根据两岸关系条例 判断是两岸关系是中华民国 国家尚未统一前 第内战交战状态 解铃还需系铃人 谁是中国台海两岸 内战兵凶战围的 系铃人 中华民国蒋介石的代表 谁是中华民国蒋介石的代表呢 台独领导人蔡英文 近年来胡断声称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强 要台湾人治理台湾 台湾是2300万人民的主权国家 自1996年 李登辉及宣布 两岸关系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大陆 中华民国在台湾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陈水扁当局认定 两岸关系是一边一国关系 引起台海紧张 马英九时期 接受九二共识就是 确认两岸关系是一中各表 不同 不独不武 维持隔海 各具分治现状 即一中两制 各自为政 同属一个中华 民国 一中各表 两个独立分治的政府 两岸现状 就是内战交战状态 蔡英文当局 实施去中国教育 从国家认同上 自立主权属于全台 万人民 台湾根本上划清与中国大陆 地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历史认同 文化认同 有意避免宣布台独刺激 大陆政府 有意宣布两岸关系是主权 各自独立 互不隶属 中华民国已经 和平分裂 形成了不同 不独 不武 台湾立宪 各自为政 抗中保台 四个坚持包刮 永远坚持中华 民国台湾自由民主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 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坚持 中华民国台湾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 台湾人治理台湾 不接受北京干涉台湾 内政 这就是蔡英文2019年针对习 竞平新时期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战略 有意避免战争的台独宣言书 对应台独 蔡英文的台独宣言书 郑重公开 当解决台湾问题 总体方略 高调表态 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坚决反对台独 分裂行径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两岸同胞要和中共计 共创民族复兴 伟业 似乎这样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一届一届 国家一定统一 也必然会统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就是说 北京方面 要改变台海地区的现状 加速统一的进程 什么是所谓的台海地区现状 这个台海现状 各个国家不同立场 有不同的自我判断和定位 并做出自行相关政策 首先 我们分别说一下 联合国大会的共事和立场 我们不得不去怀疑两岸当局的政治 对话符合联合国宪章一个中国的规则吗 我们质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政府能够有效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国家主权永不分裂的主导权吗 空谈宪章一中原则误国 言必有幸 只上谈兵 终无大用 事实胜于雄辩 蔡英文针对中共 二十大的党 解决台湾问题 总体方略 第一回应 更耐人寻味 持续强化 四大任性 四个坚持就是 台湾当局的立场 台湾国土主权决 不退让 台湾民主自由 绝不妥协 战争不是两岸选项 两岸谈判前提 是理性 平等及相互尊重 大陆回应效果 如同农夫羽舌 鸭同鸡奖 南辕北辰 各说各话 当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清晰看到 台湾蔡英文和台湾 历届执政者以中华民国名义 对抗 和分裂联合国宪章一个 中华民国 就是全中国的国家定位 而中国政府束手无策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形同化海而至 封建割据 台独自治 无可奈何 各自为政的遮羞部 当解决台湾问题 总体战略 其实效果就是 有意姑息养奸 回避非战争军事行动 解决台湾问题的 必要前提条件 中共二十大 一再强调 解决台湾问题是 中国人自己的事 就是不正式宣布 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就是以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勇于斗争去争 取反分裂 中华民国主权 去完成坚决反对台独 和独台分裂 完成国家统一斗争的 内战彻底胜利 中共二十大 粉饰两岸一家亲 实践证明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就是消极妥协 台湾分治邦联方案 其实 就是刻意回避内战 掩盖敌我矛盾 模糊处理内战尚未中战 内战尚未结束 维持Zero War 内战状态 就是维持现状 要说美国的林肯总统 结束内战 南北战争 第必要条件 就是当选 美国第16任总统 1861年 南方主张分裂 建立美利坚邦联 政权脱离USA共和国 为了维护分裂目的 1861年 南部各州宣布 脱离美国联邦政府 建立主权互不隶属的 美利坚邦联国 南方邦联派乱集团 为了维护自己的制度 以武抗统 做了积极的大量准备 并接受外国的武器援助 在战争初期 占了局部战争的优势 林肯政府的软弱 无能 引起了北方人民的不满 和愤怒 也击中了林肯政府的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解决南方邦联 分治总体方略要害 美国人民诉求 国家统一的行动 振行了 林肯总统 1862年 林肯发表解放 黑奴宣言 以战争方式 解放南方邦联 人民的支持 很快变成为 坚不可摧的力量 在全国人民 反分裂 同仇敌忾形势下 Civil War南北战争的局面 很快牛抓了 大陆军高唱共和国之歌 掌握了 统一战争的主动权 勇猛地打击分裂分子 攻占了南方全境 南军分裂叛乱集团宣布 投降 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统一 和重建新政 林肯作为美国主权统一的象征 受到尊重 反思台海 中华民国台湾问题几十年 迟迟解决不了 实践出真知 实践检验真理 内战不同 谈汉容易 同壁有机 同非自外 核心的问题是 同壁有名 定名指歌 不光是外国干涉台湾统独的 代理人问题 人者如设 动壁有机 动非自外 内战问题 不能彻底解决 准心就是和平统一 靶子就是 一国两制这支箭 定位就偏离 中华民国这个联合国宪章承认的 中国国家名号 当然以和平方式 怎么能解决蒋介石代表 早已失去在联合国宪章上 中华民国的实效性和 代表中华民国国家主权的实效性 名不正责 言不顺 知止 而后有定 定名指争 解名道悬 关键是 究竟谁具有代表中华民国的实效性 和实效性 同一性和对立统一的完整性 反思台海中华民国台湾问题几十年 迟迟解决不了 实践出真知 实践检验真理 内战不同 弹劾何容易 统必有机 统非自外 核心的问题是 统必有名 定名指歌 不光是外国干涉台湾统独的 代理人问题 人者如舍 动必有机 动非自外 内战问题不能彻底解决 准心就是和平统一 靶子就是一国两制这支箭 定位就偏离 中华民国这个联合国宪章承认的中国国家名号 当然以和平方式 怎么能解决蒋介石代表 早已失去在联合国宪章上中华民国的实效性和 代表中华民国国家主权的实效性 民不正则 言不顺 支指而后有定 定名指征 解名道悬 中共二十大至今也不敢堂堂正正 民政言顺宣布联大2758号决议 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 名副其实代表中华民国全部主权的 唯一合法政府 就是不敢宣布 启动反分裂国家法 出师有名 依法正义履行联合国授权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 使命和法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 解放台湾 平台驱毒的保家为国责任 国家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总体设想必须的未知结构 何时能必然 现在谁相信必然 实践反复告诫全中国台海两岸人民 和平统一前的必要条件就是国家统一 不完成国家内战敌对双方的中战统一 两岸所谓和平融合发展 就是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 中华民国在台湾 就是刻意回避两岸现状维持内战交战状态 那总体方略就意味内战正式发生内战转变为 四个坚持四个韧性互不隶属关系 何时能必然 现在谁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 中华民国在台湾 现在谁相信一中各表不同不独不武 九二共识能够必然统一 现在谁相信两岸一家亲主权互不隶属 能够必然统一 现在谁相信台湾人 治理台湾一国两制两岸能够必然统一 现在谁相信扫帚不到 台独和独台 以武抗中 或不隶属灰尘能够自己跑掉 现在谁相信台湾人 现在谁相信中国共和国在大陆 中华民国在台湾 现在谁相信一中各表不同不独不武 九二共识能够必然统一 现在谁相信两岸一家亲主权互不隶属 能够必然统一 现在谁相信台湾人 治理台湾一国两制两岸能够必然统一 现在谁相信扫帚不到 台独和独台 以武抗中 或不隶属灰尘能够自己跑掉 何时能必然 现在谁相信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大陆 中华民国在台湾 现在谁相信一中各表不同不独不武 九二共识能够必然统一 现在谁相信两岸一家亲主权互不隶属 能够必然统一 现在谁相信台湾人 治理台湾一国两制两岸能够必然统一 现在谁相信扫帚不到 台独和独台 以武抗中 互不隶属灰尘能够自己跑掉 党有圣人之力而无圣己之强 人贵有自知之明 知人者智知己知彼 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 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 实践表明 没有人相信以和平方式 国家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没有人相信联大2758号决议公告 51年的今天两岸互不隶属 能够必然和平统一 谁相信中华民国 台湾能够接受融合发展 国家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言必有信 行必有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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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充分和必要的一切权利 怎么 至今既没有必须的必要条件 更没有国家必然统一的充分条件 那么 必须和必然就是社会 实践检验习非盛世能否兑现总体方略 和平统一任内职权法的唯一标准 这里列举几个蔡英文以偏概全 瞒天过海 家喻户晓 耳熟能详 既想当婊子 又想立排放 不以为耻 翻译为荣的蔡 法学博士 政治未命题 蔡博士的四个坚持未命题 蔡英文的台读 四个坚持未命题 最近两年的台湾地区 双十讲话中 反复提出的两岸政策主张 四个坚持 坚持中华民国在台湾宪政体制 坚持两岸 互不隶属 坚持台湾主权 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台湾前途由台湾人决定 四个任性 台湾主权立场很坚定 绝不退让 绝不妥协 绝不巨战 我们理性 严肃地对照 我们的台读 四个坚持未命题 最近两年的台湾地区 双十讲话中 反复提出的两岸政策主张 四个坚持 坚持中华民国在台湾宪政体制 坚持两岸 互不隶属 坚持台湾主权 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台湾前途由台湾人决定 四个任性 台湾主权立场很坚定 绝不退让 绝不妥协 绝不巨战 蔡英文一贯偷梁换柱 掩耳盗铃 假话 连篇空手套白狼造假的案例更是 无处不在 猎鸡斑斑 家常便饭 庆祝难输 这里列举几个蔡英文 以偏概全 瞒天过海 家喻户晓 耳熟能详 既想当婊子 又想立排放 不以为耻 翻译为荣的 蔡法学博士 政治未命题 蔡博士的四个坚持未命题 蔡英文的台独四个坚持未命题 最近两年的台湾地区 双十讲话中 反复提出的两岸政策主张 我们怎么能期待明日复明日 在当代中国只有贯彻党的 全面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案 而没有其他任内一定能够解 决台湾问题的思想路线嘛 事实胜于雄辩 国家必须统一 国家必然统一 言必有信 行必有果 取信于民 方能解明道悬 我们怎么能期待明日复明日 在当代中国只有贯彻党的 全面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案 而没有其他任内一定能够解 决台湾问题的思想路线嘛 事实胜于雄辩 国家必须统一 国家必然统一 言必有信 行必有果 取信于民 方能解明道悬 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定不宜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我们始终尊重 关爱 造福台湾同胞 继续致力于促进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推动 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 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 滚滚向前 祖国完全统一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会晤 我们第一次以视频的方式会晤 他的老朋友感到很高兴 当前 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 人类是一个地球村 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的 长安理会是国 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 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 又承担起引进的国际责任 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这是我们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事务 推动中美各自发展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包括有效应对其变 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 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美应该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好 今天是十月二十八岁 我们念字在字 盼望何时能必然 现在谁相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 中华民国在台湾 现在 谁相信一中 各表 不同 不独不武 九二共识 能够必然统一 现在谁相信两岸 一家亲 主权互不隶属 能够必然 统一 现在谁相信台湾人治理台湾 一国两制 两岸能够必然统一 现在谁相信扫帚不到 台独 汉独台 灰尘 能够自己跑掉 当有圣人之力 而无圣己之强 人归有自知之明 知人者智 知己知彼 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 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 谁相信以和平方式 国家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谁能将二十大为国家统一战斗争 进行到底 现在台海两岸关系 是国家尚未统一前 地内战交战状态 我们研读习近平和 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和九二共事 推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坚决反对台独 分裂行进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两岸同胞要和中共计 共创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 国家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总体 设想必须的未知结构 联合国授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充分 和必要的一切权利 怎么至今即没有必须的必要条件 更没有国家必然统一的充分条件 那么必须和必然就是社会实践检验习近平 能否兑现连任国家主席职权法 第一唯一标准在当代中国 只有习近平全面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案 而没有其他任内能够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路线吗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 滚滚滚向前 祖国完全统一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音乐 最后再唱 风光光 风光高的一圈 最后烫太阳声 太阳心众声 今生人定 人当总 子子孙孙奔前朝奔前朝